小朋友是在做水質的各項檢測 大大學英語學系積極投入公益行動 協助在地小學發展特色 張智慧副教授協助浦岩湘天聖國小 舉辦國家署經費補助的夏日營墜 小朋友25日造訪大大學 開心參觀大大學的麗色校園和節能設施 同時體驗水質檢測的操作 這次跟天聖國小合辦夏日熱血 大大大學是秉持著大手吸小手的一個精神 USR的一個精神 然後攜手國小來讓教學 還有一些學習的內容更加的多元化 這次很有幸跟大大大學的環教中心合作 讓小朋友更了解到水資源的重要性 尤其在水水大業這個課程是最受到大家歡迎的 特別是因為我們大大學在節約用水 而且在我們在山坡地上面 這個水的資源真的非常不夠 所以這個變成是我們學校在推廣這個水的方面的特色 那我們都常知道就是節約我們看到的水 那其實有一種叫看不見的水 我們稱為叫水足跡 那這個課程就給很多人 不管是從小朋友到大人 他們都應該要了解這樣的怎麼樣來節水的一個觀念 大大學秉持大手西小手精神與在地小學合作 推動英語教育環境教育向下扎根 這次參訪導入環教中心的水水帶教案 讓小朋友認識水資源及節能相關的知識 搭配水質實驗操作體會水資源和保育的重要 張教授的一個引導之下 我們帶小孩子來這邊參觀環境教育中心的一個不同的課程 讓小孩子除了學習英語之外 也可以了解不同的一個課程方案 那我們希望我們小朋友多多的一個來涉獵 讓他在學習方面能夠更廣泛 天聖國小校長也感謝大大學 提供優質教育給天聖國小的學童 結合英語教育環境教育的學習方案 帶領他們設立不同領域 開拓小朋友的視野